而現在這一期保齡茶室的中毒案 有重大的發現 衛福部昨天晚間緊急召開了記者會 因為其中一名死亡個案的協議當中 驗到了台灣首件的米酵菌酸 這是彰化基督教醫院提供的標準品 才能讓中毒事件短時間內可以明朗 未來住院的患者也都要驗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奪走兩條人命解剖相驗 有重大發現 驗出台灣首件的米酵菌酸 是因為國內有醫院有標準品 提供給台大法醫所檢驗 才能揪出致命關鍵 衛福部強調這次檢驗是初步檢驗報告 不是最後的結果 但是跟專家會議認為的方向吻合 未來檢調也會持續偵辦 在醫院住院的檢體 我們也會拿起來驗 那接下來的驗的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是不是大家都是這個問題 每經過約四天多 它的量會減少一半 所以在病患的身上還可以測得到 因此很快速的在數個小時到一天內 就造成了死亡 那發病 那整個死亡率在過去的文獻裡面 專家說米酵菌酸是植物跟真菌之間的共生細菌 毒性非常強烈 導致器官嚴正受損 王必勝重申 衛福部接獲通報的辦理情形 臉書也還原了通報時間 目前一共接獲是八例通報 包含兩例死亡 五例加貨病房 一例一般病房 十例返家休養 除了果條等食材的檢驗 供應商跟保齡茶室也都會進行環境採檢 而石澳署 臺大 北融都有訂購米酵菌酸的相關標準品 預計下週到貨就可以做大規模的檢驗 記者綜合報導